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鬥點 藝人 還有南方家園三個出版社 要共同進行的午夜巴黎計畫 現在進行到最後的終點 日夜大對決 什麼叫日夜大對決 就是鬥點出版社出版 太陽依舊升起 藝人出版社 他們會出夜未央 所以現在是日夜大對決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藝人出版社的 劉濟來跟我們分享 他跟費茲傑羅共度的這四年 看他跟小費之間的愛恨情仇 劉濟你好 劉濟好 各位觀眾好 我們剛剛說四年 其實是因為你從午夜巴黎計畫 一開始就翻譯了兩本書 冬之夢 顧家子 現在是夜未央 最後一本 日夜大對決 真的還蠻精彩的 帶著大家一起讀了 海明威跟費茲傑羅 人生裡面最重要的幾本 經典的小說 我們其實剛剛在節目一開始 跟劉濟聊天的時候開玩笑說 這個其實雖然夏明說 太陽依舊升起 是一個很虐心的言情小說 就主角愛的就是很慘這樣 其實夜未央也不遜多讓對不對 然後他們有些情節其實也蠻像前景小說 比如說那個羅斯瑪 都會說佔有我 佔有我 然後在旅館裡面把他壓到牆上之類的 對 那時候就壁咚了這樣 對啊 蠻有趣的 雖然我們說他是一個非常好看的羅曼史 可是劉濟好像有提到當年費茲傑羅要開始創作這本書的時候 他的靈感來源跟羅曼史其實差很遠對不對 對 其實他一開始的靈感照 照研究來說 他是其實是最早是有兩個刑事案件吸引他注意 然後他想要把這案件寫成小小說 一個是女兒殺母親的一個案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個附加子 然後要無條件殺人 就是他 他想要嘗試殺人的樂趣 就是去殺人 就是美國其實還蠻早就開始 有這種 這種案子在美國蠻多的 對 然後他那時候就收集到這兩個案子 然後想要發展成小說 聽起來像是一部驚悚小說 對 但後來寫出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那裡面還是有一些死人的案件在裡面 像狄克爾去幫助羅斯瑪莉解決一些刑事案件 就是有一個人死在他房間裡 莫名其妙死在他房間裡 那這個其實就是他當初想要發展的 驚悚的故事的來源之一 我們可以看到一點點殘餘的印象 當然個人 個人意念後來把這本小說發展下去 就變成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對對對 這裡面講的是一對夫妻 一對人人稱羨的夫妻 這個先生是一個事業有成的精神科醫生 但是他傅家女太太有精神疾病 要幫助他治好他的精神病 可是最後這個傅家女太太愛上了一個法國來的 應該也是美 美國人 美國人 對 然後是一個非常具有男子氣概的一個 一個年輕人 你知道講到廢姿邪羅 然後又講到男子氣概這兩個關鍵字 我們就會想到海明威 這時候就出現 對 其實那個他外遇的對象 湯米其實就蠻有海明威的影子 他是一個很強悍 然後很有男子氣概 然後又喜歡打仗 然後動不動就是 決鬥 對 跟人家決鬥的人 一看就是海明威的形象 其實他們飛球的 他雖然未必真的想要去把他寫成像海明威 但我覺得他意識裡面一直有海明威的影子存在 他們兩個的關係一直都很微妙 然後一直抱有一種競爭的關係吧 又是好朋友又是競爭的關係 所以他意識中不知不覺就會把他 搶走他老婆的 書中搶走主角老婆的人寫成像類似海明威那種形象 因為跟他本人是非常大的反差 就像書中主角就比較接近他本人 對 就是比較溫柔的一個 然後有風度翩翩的一個男子 是 那他的搶走他老婆的對象就是一個 充滿雄性的那種那個力量的男子 男子氣概的 對 像他搶走他老婆就是 就像海明威一樣一把把女人摟過來 然後什麼也不講是吻上去那種感覺 好強到海明威跟費茲傑羅的愛恨情仇 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 最後那幾章講了很多 當年他跟費茲傑羅相處的一些細節 當然他那時候寫那本書的時候 費茲傑羅已經死了很多年了 所以其實也沒有辦法為自己辯駁什麼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請劉濟 來幫我們為費茲傑羅講講話 其實劉濟從一開始四年前開始翻譯 費茲傑羅的書到現在 覺得費茲傑羅是一個怎樣的作家 這雖然海明威都說他很愛喝酒 酒品又很差 對 他其實真的就是酒品差 然後又有點愛哭哭啼啼吧 海明威都這樣講他 就是非常柔弱的一個 但我覺得我一開始做這個系列的時候 對他還沒那麼深入了解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哇 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但他就是為人可能就是瘋瘋癲癲 然後愛喝酒 對 然後有很多缺陷啊 然後又不是那麼努力啊 所以才寫了 只是寫了這麼幾本 但後來做到後來 我就覺得完全顛覆我的印象 就我覺得他其實雖然表面上是這樣 愛花天酒地啊 但是其實他內心有非常堅強的地方 怎麼說呢 然後譬如說他一直對愛 然後對這個世界抱有某種程度的那種關懷 所以他會一直希望身邊的人都過得好好 所以他對朋友很好 像海明威那時候出了事情 對 他父親過世 他沒有錢幫他父親辦商禮 對 那時候他就向朋友借錢 然後說誰可以借錢給我 拍了電報給大家 對 然後只有廢之久回應他 而且是立刻親自把開了成員的車 把錢送到他身邊 面前 所以他是一個對朋友人自益盡的人 然後非常會希望 就是他如果是一個開派對的主人的話 他會希望每個賓客都過得非常服服貼貼 好 過得心情愉快 所以他會去照顧 就算有這個派對沒有再多人 他每個人都會去照顧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熱心付出 然後希望為這個世界帶來一些美好的東西的人 那這當然是個好處也是個缺陷 就是他另外一方面來說 他希望成為眾人的焦點 對 就是他希望大家都滾到在他身邊 喜歡他 不希望被人家討厭 對對 我覺得這是他致命傷 對 他表面上就是要漂漂亮亮 然後大家都喜歡他 他完全沒辦法忍受說有人說他壞話 對 所以這時候海明慧就是另外一個鮮明相 因為海明慧會直言不諱的說他壞話 就像在書裡這樣寫他 然後對他的作品也是批評 真的要批評的時候也是毫不留情 然後對他老婆 就是他講話非常直然後非常賤 然後就是很容易刺中飛之久 飛之久又沒辦法去討厭他 因為可能也只有海明慧會對他這樣子 真的表現出他的對他不滿的地方 對 直接說出他的觀感 但又不是真的討厭他 像有種想在那邊寫他寫那麼多 其實海明慧也是很愛他的 真的嗎 你覺得他們兩個的關係是 他們的關係就是既愛又恨 互相討厭又互相其實是深愛的對方 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上次我問陳榕斌老師我問他說 其實海明慧真的不是太厚道 就是在飛之解羅死了這麼多年之後 在文在自己的書裡面 對飛之解羅其實好話沒有太多 但是劉濟的觀感是 為什麼他會在流動想念 花這麼多篇幅寫飛之解羅 其實就是愛的證明 其實飛之解羅其實有點小孩 明慧其實有點孩子氣 就是像小孩一樣 越愛越要說他壞話 我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裡面寫 那本書裡面寫飛之解羅 寫的是最多的 所以他所有的朋友裡面 雖然是寫壞話 但是寫他寫最多 對 其實就是無法忘懷的一種感覺 他甚至還把兩個人跑到那個 南法劇遊玩的整個過程寫得巨細迷 從飛之解羅放他鴿子 到他一路上又鬧脾氣 又說他自己生病快死了 然後又怎麼怎麼了 對啊 現在畢業了 我不是很流行 這個一定是非常 對那種輔女來說是超有發揮空間 他們兩個根本就是一堆很輔的關係 因為我應該不想跟他講的 我只想要追蹤他講一些很賤的 他應該會常常在臉書上寫一些很賤的話 批評別人的話 然後我會去追蹤他看看 看一看文壇的八卦這樣 但如果之後他朋友應該很辛苦 因為你就要忍受他那種很直接的批評 對 然後很不屑的態度 當時葉未央 費之解羅偶心力寫的完成了之後 他有名利雙收嗎 那時候費之解羅真的非常缺錢 在台高竹對不對 對 然後他每次都希望下一本書 可以讓他名利雙收 然後而且可以贏過海明威 結果他一定要寫出一本比海明威更厲害的書 但是其實這本他期望非常高 但是結果當然是不如預期 怎麼說呢 後來評價 從第一本大賣之後 每一本都是銷量越來越差 然後評價也越來越差 當然小賞還不錯 那時候評價還不錯 但是這本評價就更差 然後銷量也更差 所以是對他來說是非常失望的 那個時候的評價對他的評價很差 有沒有一些就是覺得他的書有什麼缺點嗎 蠻多的吧 就是講他寫得很雜亂啊 不知道想要表達什麼啊 主題也不明確啊 然後時序跳來跳去 觀點也跳來跳去 對 那我覺得這本書 在那時候來說算是太前衛了 他寫作手法太前衛了 就是他第一張本來是一個正常的 像是羅曼史的故事 對 一個女生愛上了一對 雖然是婚外情 雖然是婚外情 但是也是一個愛情故事 是是是 但是後面突然跑出一個謀殺案了 對 然後到第二部又變成 時序又往回跳 跳到 而且觀點跳回那對夫妻身上 變成描述他們過去 對 夫妻從認識到結婚也經過 但是第二部的後半段又換了 時序又跳回到第一部的後面 就是他們那對婚外情 羅斯瑪麗出現之後的 隔幾年的後面發生的事情 對 然後觀點也變了 變成有時候是尼克 有時候是尼克 有時候是羅斯瑪麗 跳來跳去 有時候是這個太太 有時候是這個先生 有時候是這個外遇的小三這樣 然後有時候一節寫了好幾年的事情 有時候一節只寫了幾天的事情 然後那個有時候緊 有時候鬆 節奏很怪 對 然後那時候人可能就沒辦法接受 其實我們現在類型文學很發達 然後我們也看了很多種作家 他們不同的寫作上的嘗試 這樣子的敘事 其實對現在時空的讀者來說 現在人應該比較容易接受 那你可能回到快一百年前 那時候的讀者 對於這樣子的敘事 真的是覺得他太前衛 對啊 而且那時候 這本書出版了幾年之後 他的編輯又幫他為了迎合大眾 就把這個書按照時間順序的情節 再排了一次 出了一個另外的新版 這兩對夫妻怎麼碰到的開始 對 從年輕 迪克年輕的時候 有為青年開始寫寫寫寫寫 寫到他最後墮落的過程 但是有受歡迎嗎 沒有 因為一開始這本書就不受歡迎 然後其實改了之後 那個味道就更不對了 飛球當中在設計的時候 是有很明顯的一個 他有 他有用意的 對 他為什麼要這樣排 還是有他的用意的 對 他非常重視文章的節奏 對 還有他想要表達的東西 其實這個順序這樣排 是因為他想要表達迪克這個主角 從最巔峰的時候 一直往下墜落的過程 第一章開始是 其實是整個 整個故事的中間 然後那時候迪克是最風光的時候 最巔峰的時候 對 你看到一個人 從最巔峰的時候 一直往下墜落的過程 對 如果你按照時間順序 就變成一個青年 從谷底媽爬上來再往下墜落 對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人生的故事 對 但是就少了那種 廢製有想要表達從巔峰墜落到谷底的那種 劇烈的變化 好 聽說葉未央完成了之後 廢製潔羅歷經了一個崩潰期嗎 他好像一直都在崩潰期 其實就是那時候三零年代之後 他的人生就是非常混亂 老婆一直進出精神病院 然後他又酗酒 越來越嚴重 然後輸出了之後更嚴重 因為書賣不好 對 債務情況又更嚴重了 對 他連他的那個身後的保險 可以拿到的理賠金 都已經預先的 要付給他欠錢的 其實這本書他出的時候 他應該已經還沒出 就已經拿完了預付金了 他為了要還債 已經把錢都拿完了 所以出了賣賣賣賣 沒有再刷他也拿不到別的錢 所以很慘 那後來他他就知道回美國 然後後來去好萊塢打工 幫人家寫劇本 對啊 就一個作家 或是就一個非常喜歡照顧人的 這個角度來看 我如果在現實人生碰到廢塞結論 我應該會很想要加他為好友 在臉書上加他為好友 其實跟他做朋友應該是蠻不錯的 因為他很會照顧你 然後你要求什麼 他都會幫你做到 但應該也蠻難應付 就像海明瑞說的 他他就常常酗酒 然後喝醉 而且他喝醉酒一定會鬧事 他酒量不好 酒品很差 就如果你跟他出去玩 你就要幫他善後 折善後 對 帶他回家 但他第二天又會來跟你道歉 然後又會幫補償你 就是一個應該會讓你又愛又恨的好朋友 那那海明瑞呢 你會加他為臉書朋友嗎 你會看到海明瑞你的臉書 我加你 海明瑞我應該不想跟他加朋友 我只想要追蹤他講一些很賤的 他應該會常常在臉書上寫一些很賤的話 批評別人的話 然後我會去追蹤他看他 看一看文壇的八卦這樣 但如果之後他朋友應該很辛苦 因為你就要忍受他那種很直接的批評 對 然後很不屑的態度 然後如果你不跟他沒有表現出 跟他一樣強壯的男子氣概 你很容易被他吃下去 海明瑞對於葉未央的評價是什麼呢 菲姐我一開始就是最希望得到海明瑞的評價 所以一開始就寄給他 對 但他很久都不回信 那最後終於回信了 然後寫了一兩句好話 就說這本書還可以還不錯 對 但後面就開始一連串的巨細迷的批評 所以讓菲姐我蠻傷心的 真的喔 對 但後來海明瑞隔了幾年 好多年之後吧 又寫信給他們的編輯是同一個人 菲姐我跟海明瑞 就寫信給編輯說 這本書真的是越看越好 結果我越想越看越覺得 這本書真的是很不得了 對 所以後來他 但是那個時候 菲姐如果已經死了 我不記得他死了沒 但是應該是沒有聽到 他講的這段話 不管是他編輯有沒有轉達 或者他已經死了 可能他都沒有辦法聽到 所以他對海明瑞的印象就是 他一直覺得這葉未央是一本很差的書 所以他下一本就是 他的最後大亨的情緣 拼下一本說 我這本一定要比海明瑞更好 一定要讓他佩服 所以可能可惜 那本就沒寫完就暴彼了 對 他才四十四歲 對 因為債務纏身 所以他努力拼命的工作還債 然後搞到身體不行 當然也是長年酗酒的關係 對 然後就血管疾病就爆病 所以他到時一直都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然後一直堅持他的某種信念 就是他知道愛情是虛幻 或者是文學可能幫助不了他 但他還一直堅持在這條路上 對 蠻厲害的 就是你表面上看是一個很軟弱的人 但其實他內心的堅持是很厲害 然後對我們來 對我們這個出版的來說 也是非常有啟發性 就譬如說我們一直希望下一本說會大賣 其實就跟他一樣 好 雖然當時葉未央沒有受到很多的好評 可是現在看起來他的確的的確確 毫無疑問的他是一部經典 重讀經典的意義是什麼呢 尤其是回過頭來講 重讀葉未央的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經典就是你每個年代讀都有 可以得到一些東西 其實他不會過時 所以才叫經典 其實在現在這個社會 其實費之久描寫這些花天酒地的生活 離我們很遠嗎 其實也沒有 其實越來越近 對啊 拜經的情況也是一樣 大家也是要一樣 希望過著五光十色的生活 然後那種對金錢的渴望 然後對愛情的渴望 然後知道他會幻滅 但是又沒辦法抗拒的那種情感 其實還是一樣 所以尤其現在資本那麼發達 大家都是能買的東西有得多 你想要過五光十色生活 真的是沒有極致的 所以不像以前可能還有物質上的限制 現在根本沒有極致 你只要有錢 你想像得到的都做得到 所以現在有沒有大很小賺的蓋之筆這種人 或者是有沒有葉未央迪克醫生這種人 應該還是存在 只是現在他們可能就是變成一週刊的封面人物 對 尤其是說其實有關於富有這件事情 你看隨著時代的演技 我們會有更多的形容詞來形容這件事 比如說炫富 炫富 對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空裡面 你會更容易看到一些人 尤其是社會上功成名就的人 就會透過報章雜誌告訴我們他們如何成功 他們如何享受一夜多少錢的奢華的盛宴 對 當然你在報章雜誌是看到就是很表面他們過的奢華的生活 但書裡其實就是寫出他們背後他們的空虛跟他們的問題 他們雖然表面上看似風光的哪裡 背後可能其實都有某種程度的空虛啊 寂寞啊 問題啊 那這是在一般雜誌或報刊上看不出來 所以小說才是它想要表達的其實是背後更深的東西 有時候甚至擴及整個時代與社會 就我們這個時代與社會 一直朝金錢 一直朝一些虛幻的東西去奮鬥 真的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嗎 或者是背後我們其實是反映我們每個人 某些不足或缺陷的地方 好 我記得我上次有問過劉濟 就是你想不想跟菲茲傑羅當好朋友 劉濟的回答好像是 你比較想要坐下來跟他喝杯酒 看看他們怎麼聊天 對啊 如果看他跟海明威鬥嘴應該蠻有趣的 好 五月巴黎計畫進行到最後的日夜大對決 陳夏明翻譯 太陽依舊升起 你翻譯 夜未央 我知道他好像繼續要他進行 他跟海明威之間的翻譯的旅程 可是聽說劉濟 要不要講一下你跟他的愛恨情仇啊 你跟菲茲傑羅 對啊 就是談了三年多的感情 也差不多了我覺得因為有點累了 就然後他的書其實 該翻的也差不多就這些 然後當然小傳已經很多人做過 所以我沒有想要再嘗試 短期之內可能就要暫時跟他分手 就要去找別的作者 翻譯別人的作品 那又一樣算是極大層之作 應該我翻完這本就覺得也差不多了 可以跟他說個拜拜 因為我大概對他也有足夠的了解 就知道他是一個 其實他到時一直都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然後一直堅持他的某種信念 就是他知道愛情是虛幻的 或者是文學可能幫助不了他 但他還一直堅持在這條路上 一直希望下一本書可以做得更好 對 那這是我覺得這種堅持是很 蠻厲害的 就是你表面上看是一個很軟弱的人 但其實他內心的堅持是很厲害 然後對我們來 對我們這個出版的來說 也是非常有啟發性 就譬如說我們一直希望下一本書會大賣 其實就跟他一樣 下一本書一定會更好 然後下一本書會更有希望 那我們能夠一直做下去 其實也是抱持類似這種堅持 那飛酒就已經提供了翻譯這幾年來 雖然知道他缺陷很多 但我們自己其實也都是 還好你不酗酒 我們都是有缺陷的人 對 說不定我也還希望不會 但我們其實都是有缺陷 但在這些缺陷中如何維持一種 對純真的信念的堅持 我會一直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他告訴過我這件事情 那我可以跟他好好說再見 然後告訴他我會 對謝謝他 我會保持這種信念繼續下去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啟示 尤其是我記得劉濟有問過我 那所以你喜歡飛之吉羅嗎 我就說我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你們 你跟陳夏明其實是 為這兩位作家跨越時空的 找到了很多知音 希望啊 希望有更多新的讀者 可以藉這個機會認識他們 對 而且其實今天劉濟這樣講完之後 我覺得 飛之吉羅其實在內心也是一個硬漢 對 他其實是內心是硬漢 其實海明威內心是一個軟弱的小孩 像海明威寫的都是恐懼的事情 對 飛之吉羅都是寫一些 雖然他知道自己有問題 但他 他 就像大人小壯一樣 他知道 遠方有理想在等著他 他希望能夠接近 對 對好 真的非常謝謝你跟陳夏明 一起進行了這個日夜大對決 五夜巴黎計畫 也很高興 也很期待看到兩位作家 都可以跨越時空 找到很多知音 然後其實對於讀者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事 希望這次飛之友 一定要贏過海明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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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메이크업 呃